好 我们来听过去李文曾经谈过她的母亲 你们刚刚唱出这首歌 我在看到每一个歌词 我就想起我的妈妈 妈妈现在年纪也大了 然后妈妈也听不见 我自己做歌手 我最难过的事情就是妈妈听不见我唱歌 其实李文本来是要做医生的 对 但是为了家计 为了姐姐要念书 放弃了学业 李文跟妈妈的关系 因为她是一父子 所以妈妈对她来说非常的重要 是 因为李文的爸爸是北大高材生 妈妈是中医师 但是李文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爸爸过世了 妈妈一个人带着三个女儿 就到美国去生活 那个时候妈妈还没有执照 所以变得一边要读书考试照 另外一边就做塑胶花手工 然后养这些像三个女儿 大部分时间李文都是姐姐在照顾 而且当时母女三人其实生活得非常辛苦 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当李文在17岁16岁的时候 她去参加美国的选美比赛拿到冠军 其实她后来中断了她念大学的学业 为什么 就是因为她在18岁的时候进入演艺圈 她为了要赚钱 让她的姐姐能够去念大学 所以后来她姐姐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其实哭得泪泪 很谢谢妹妹在经济上照顾她们 那提到妈妈呢 更是李文最重要的光芒 为什么这样说 妈妈在生李文的时候状况不太好 李文是脚先下来 所以为什么李文的左脚出了状况 是医师把这个小baby的左脚先拉下来 造成小baby的左脚出了状况 当时是脱臼的 所以李文在两岁以前 基本上不太能走路 她两岁的时候就去动了手术 想要矫正她的这个脚 因为妈妈发现 这个小女儿状况非常严重 所以当时她的脚还打进了钢钉 住院了很长一段时间 才能够慢慢练习走路 好我们来听 过去李文曾经谈过她的母亲 你们刚刚唱出这首歌 我在看到每一个歌词 我就想起我的妈妈 那妈妈现在年纪也大了 然后妈妈也听不见 我自己做歌手 我最难过的事情 就是妈妈听不见我唱歌 其实李文本来是要做医生的 对 但是为了家计 为了姐姐要念书 放弃了学业 是 所以其实妈妈 其实母代父子非常非常的辛苦 包括李文在16 17岁的时候 妈妈都有告诉她说 在18岁之后 你才能够谈恋爱交男朋友 所以李文说 她妈妈对她非常严格 当时有一些男生 会打电话到他们家 妈妈都会一个一个 先做身家调查 所以弄到后来是男生 都不敢跟李文说话 然后再来李文进入演艺圈之后 妈妈说了什么 她就听什么 包括什么呢 李文每一次在演唱会之前 她只吃一根香蕉 她什么东西都不能吃 然后妈妈就会盯着她说 不能吃淀粉 不能多吃东西 所以妈妈一直以来 对她又严格 但是对她的爱非常非常的大 然后2021年的时候 其实李妈妈在香港散步的时候 遭到一个野猪袭击 李妈妈当场撞倒在地上 全身骨折 而且右半边瘫痪 所以这几年 其实李文一方面担心 自己身体健康状况 另外一方面也很担心李妈妈 所以在李文自己本身 罹患乳癌这件事情 她不敢告诉妈妈 甚至自己在离世之前 恐怕李妈妈妈都不知道这件事